可是昨天統神他在下午就在開直播 他在開直播的過程間 他連他媽媽都罵 媽媽糾正他說 你講話不夠成熟 他還在那邊罵 這個我真的是罵不出來 五路長輩我不行 他說好 媽媽可以去S 我傻眼 怎麼可以對媽媽這樣子不盡 然後一直到晚上 跟苗柏亞的直播就出現了轉折 那據說 牽線人是帥氣的現場來賓 那是哪一位 智首 陳柏惟智首 善良又正義然後又熱心 不是 好啦 對 但是你在牽線的時候 你有得知會有可能這樣的結果嗎 他撒個拔妹的時候說 跟苗柏亞討論完之後 學到了很多 我是真的要為我的無知道歉 本地氣喵喵 然後轉折很厲害 事實只有一個 但是因為你的感受不同 你的情緒不同 會影響你的認知 所以在這件事情 從一開始 所謂統神對黃紫椒的認知 發生了失誤 他把黃紫椒發生的 去年發生的事 今年發生的事 跟起訴之後發生的事 還起訴的判決 四五件事情都混在一起講 對 然後把所有給他建議 給他支持 甚至是他的粉絲 告訴他說你是不是搞錯了 你是不是把年齡弄錯了 事情弄錯了 他全部都混在一起講 導致他的失言 那失言已經確定 他要武裝他的網路人設 於是講出了更離譜的事情 最後導致他的業配 也是他的衣食父母 跟他這個斷絕經緣 也就是他失去了 這些遊戲食物的代言之後 他發現事情嚴重了 在那之前 我們說一句叫做 黨人才入如殺人父母 於是他第一天 以非常激動的情緒 跟吳征來了一個正面的對抗 不對抗還好 本來少一間 一對抗下去少時間 因為大家發現 他還是不知道 他的失言跟他的認知不完整 會造成社會價值觀的傾斜 跟判斷錯誤 這過程裡面有一個很可惡的人 叫做徐巧欣 好的明代是尋尋善用 逐條破解 告訴他他的認知失調 告訴他他對這個社會的影響力 然後讓他解釋 讓他道歉 這個好的明代 就是第二天出現的苗伯雅 我們看到他 現在都像是看到菩薩一樣 面對這樣子在過程裡面 掙扎 狡猾 狡辯 然後試圖要找到自己正確的 這個退路跟說法的統神 循循善用 該硬的時候硬 該軟的時候軟 這就是一個好的民意代表 而不好的民意代表 就像徐巧欣第一天 兩邊斗內 三風點火 加油天觸 然後跟記者要電話在這個 一個讓他們兩個進入修羅場 這對誰有好處 沒有人有好處 只是讓這個社會更加亂 最可惡的事情 把統神 這個自稱是國民黨支持者 推到前線 然後打完之後遍體淋傷 徐巧欣在後面幸災樂禍 所以好的民意代表 讓你了解自己發生了什麼問題 然後你清楚的知道 下次避免再犯 繼續走你想要走的網紅路 壞的民意代表 讓你人才兩師 身敗名裂 而且他躲在後面偷偷的笑 他繼續當他的立委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好壞這樣子就看得出來 特別要感謝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昨天的網路通訊順暢 可以讓雙方聽到 對方清楚的語言跟表達 讓大家收看了一個非常好的 30分鐘的節目 要感謝台灣的網路基礎建設 非常的發達 第二個要感謝牽線的熱心善良 帥氣正義的人士 那我們很低調 所以給他默默的一個credit 因為那一天我們都有在看那個 先看統神的直播 因為他那時候還有發預告說 晚上7點直播 然後吳征就講說 那我晚上9點開直播回應 那就是開沒多久之後 我們看時間 就在晚上9點44分的時候 那個徐曉晶就跑到那個 媒體賴群 這是一個媒體賴群 他直接講說求救 有人有吳征的電話可以私訊我嗎 我要轉給統神 他們雙方都說想通話 但是聯絡不上 我是不知道 他們是有沒有真的想通話 但這個就是他討 電話的那個理由 那過了4分鐘到9點48分鐘 他說感恩大家 吃瓜吃起來 對 那就是一個在煽風點火的角色 我覺得好棒喔 可以看戲了 我就在下面看 哇 好精采喔 這樣子 對 而且那個 因為我把他的對話幾乎貼出來 徐曉晶還跑 特別跑來臉書留言 他來留言說 有20幾個記者給我電話號碼呢 所以他還炫耀說 很多人給他電話號碼 那他們就是一個吃瓜吃起來的狀態 好 來 冠婷 那因為我們要回應一下 林濤的內容嘛 我先講 其實發生一個統神這樣子的失言 或者是一個錯誤認知的觀念 我相信 國民黨不會跳出來說我支持 我完全同意 可是當發生這種事件的時候 社會期待的是 你主要政黨 對於這個世界 你的態度是什麼 說真的 如果認為統神 有三種選擇 一種選擇是 認為他是自己人 自己人的話 就是要求他道歉 我要求 如果自己人要求道歉 第二種 不是自己人 那就是譴責 不是自己人 第三種 干我什麼事 干我什麼事 你也可以至少表達說 如果他繼續這樣言論 我們以後不會跟他合作 可是第一時間 國民黨好幾天了 對外沒有這個態度 所以吳征他才會講 請統神 毛骨悚然 然後國民黨的態度是什麼 吳征的標的是 面對國民黨 時序又還原了 吳征講完之後 後來徐曉星做了什麼事情 徐曉星穿針引線三風電火 然後看著統神打電話進去之後 兩個人大吵一通之後 他很開心 他還在那邊倒內 那邊倒內 兩邊都倒內 然後好像是一個評論員 在評論誰辯論得好 我跟你講 社會上為什麼 大家會大力的肯定 阿苗昨天的結果 不是他辯論口才多好 是他對這個社會 起了一個正面的效果 一個人有錯誤認知 統神有多少錯誤認知 他認為說去 對未成年的少女做那個事情 是合法的 這是錯誤的認知 這會影響年輕人 而昨天說服他 知道這是錯的事情 對 第二個 統神認為說 黃子嬌只有七部那個奇怪的騙子 很少 很少 這是錯的觀念 所以阿苗昨天成功的讓 統神知道這是錯的 政治人物有引導社會 往對的方向走的責任 所以阿苗昨天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阿苗這樣昨天一個動作 甚至從溝通到說服 讓統神道歉 社會給他掌聲 可是許巧欣跟國民黨 現在的重點放在什麼 你看 阿苗表現超好 吳貞表現很爛 你們完全化作重點 吳貞的態度是對的 而且吳貞沒有做錯事情 他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他指設的對象是 國民黨你應該要有態度 而後來亂錄的是統神 統神亂錄到他的直播 你要吳貞回什麼 吳貞除了就是 跟他互相講個幾句話之後 你希望吳貞電報他嗎 不是 他是民進黨發言人 我們對的對象是國民黨 大家對政策的辯論 政策的討論 所以到現在為止 國民黨還在沾沾世襲 那個許巧欣 我們提很多法 各黨都有提 關鍵是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許巧欣是三風點火 他沒有做任何讓社會 變好的一個行為 這才是讓他譴責的一個重點 我要補充一件事情 就是統神第一天找吳貞的時候 他是在氣頭上 所以他是呈現一個 我是來吵架 我是來辯論的狀態 吳貞的心情是我要跟你解釋 我要告訴你你的認知錯誤了 你的思緒有點紊亂 所以兩邊的溝通是溝通不起來 那無所謂輸贏的問題 第二個 如果今天你覺得苗博雅跟吳貞 國民黨那邊比較誰 比較比較 許巧欣完全可以扮演苗博雅的角色 而他選擇不做嘛 他在第一天的時候 根本不需要去讓他們兩個 跟吳貞那邊有的沒有的 許巧欣跳出來 跟這個統神講說 你這個繼續講下去 我們雖然是朋友也很難在幫你 這個保駕護航 他是跳出來三風點火 加油電柱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國民黨今天講的 好像都沒有他的事情一樣 那你國會最大黨的價值觀 到底是什麼 我們會打算一個問號 算這個樣子要創嗎 那貓貓 那你對這個網路上面的觀察 來進一步分享 就是那個 其實就是這兩天 我們都有在盯嘛 尤其是昨天晚上 你知道苗博雅 以後做這種事不要大半夜好不好 害我們都沒有睡覺 對 你知道嗎 我們看出來就是 你還那麼早睡啦 其他人 其他人很多 其他人沒有那麼做 你看像那個第一天 吳貞跟那個統神 他們的直播斗內 然後那個吳貞 他那天晚上就收到7萬8 那統神收到4萬5 不過那個時候 我們這邊就是 偏綠的人就是講說 吳貞就叫做職災補助 因為那天晚上直播的時候 他一直扶額頭 就這樣扶額頭